自从民国81年 台湾政府开放外籍劳工来台之后 大批来自东南亚的朋友来到了台湾 有人进入工厂 成为产业和建设发展背后的无名英雄 又有人进入了我们的家庭 付出劳力 照顾老弱残疾 弥补台湾社会福利的漏洞 16年下来 台湾许多劳工都已经享有周休二日的劳动条件了 但是许多来自海外的家庭看护工 却被当成 其实一名就等于我的手跟脚 包括我的眼睛 有东西我拿不到 他帮我做 他又等于我的手 我有一个地方 没办法走的时候 我可以呼着他的手 要等于我的脚 他每次能 人权需要做保障 他如果没有做到保障的话 他的精神不好 心理不好 他也会影响到工作 这个对老板也是吃亏 也是不好的 所以他在这里的所有时间应该都是你可以支配的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外劳政策造成的奴仆效应 就是引进一个劳工到你家里来 他好像是属于你的 他好像是属于你的 帮我帮人多多事 你家事要照顾年老的父母 可是相对他们也不能把他压榨他的劳力 毕竟是人嘛 所以应该要在合情可以之下 也要体谅他们 他们虽然来工作来赚钱 可是适度的全力 我们要是就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政府不应该这样想 不应该认为 这就是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他要承担所有的 这个24小时 台湾移工联盟 五年前开始推生家事服务法 争取本劳与外籍的家庭看护工 都应有法令保护和休假的权利 我最简单的一些对话会打击这样子 小时候 陈隆福就罹患了小儿麻痹 严重的脊椎侧弯 心肺功能受损 让他至今都得依赖呼吸器人生 年轻的Amy来自印尼 她的运气不错 遇到一位懂得尊重的互助 我每次跟他讲道理 我们是创造双影的 不是我不好你不好那不要 也不是我不好你不好 你好我不好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Amy好了吗 你要装外套哦 我按外套 我按外套 Amy先帮陈隆福装设好 电动领椅上的呼吸器 这个时候没有仪器辅助 陈隆福下楼必须放慢脚步 有Amy的陈隆福 有Amy的陈隆福 八十多岁高龄的双亲 还放心让儿子去门 外套 外套的Amy 一起带在家中 显得活泼许多 最高兴的是能看到她的好朋友 尽管比起别人有更多跟着雇主外出的机会 Amy还是认为需要有个人的休假时间 如果没有出去 没有不可能 没有给我那个什么房价呢 太辛苦嘛 因为工作好无聊 然后很难过 然后很累 我们也希望 他们可以给我房价 然后在外面逛逛一下 然后因为这个无聊 然后没有无聊 但是假设有一天 Amy获得法令保障可以休假 像陈隆福所需的额外看护人力和发费 又该由谁支付呢 外国外的例子就是身上朋友支持 政府有义务要帮身上朋友 请那个所谓个人助理 或者来协助身上朋友做不到的税嫌 国外的话 我知道美国日本 他们是政府出钱 反观台湾 不仅已经脑落病残的基本照顾 丢给个别家庭解决 对于引进外籍看护工的家庭 还以行政命令规定不得申请喘息服务 没有法令的保障 这些家庭类劳工不但工时长工资低 而且还全年无休 如同不需保养的机器人 他们是来照顾我们家人 我们最亲爱的人 那我们怎么会给他的劳动条件这么差 我这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种种问题彰显了台湾社会福利照护的不足 也活生生挤压了社经地位弱势的雇主和外籍看护工两者的权益 这种制度叫做弱弱相残的制度 那我们要求的制度是政府承担弱势家庭的照顾工作 应该不是这两个弱势在看谁更弱势 应该是要有其他的资源介入 提供出来缓冲 缓冲不是这样 让一个弱势再去剥削另外一个弱势 是政府始终不清楚弱势族群看护的重点在哪 还是刻意